圆通经扣咽借着禅房做掩护, 虽置身罗汉镇却突然无恙, 他一边窥探着罗汉镇的奥秘, 一边等待着出手的时机, 他乃武学天才, 不多时便看出罗汉镇的弱点及阵眼所在, 见罗汉镇在圆通的打击下也有些运转不灵, 他突然一声长笑, 从禅房中飞身突出, 人未知, 凌空一掌已将指挥罗汉镇的武僧击得飞了出去, 这一击乃扣咽叙事而发, 正好击中罗汉镇的阵眼, 剩下的武僧顿时乱了阵脚, 片刻间便被冠咽和圆通击倒数人, 正是大乱, 在罗汉镇外掠了的圆安, 圆祥及武当四字一看, 立刻各执兵刃加入战团, 圆安,圆祥联手截住圆通, 而武当四字则仗剑围住扣咽, 其余武僧立刻扶着受伤的同伴退后疗伤, 并在后方为众人掠阵, 圆安,圆祥乃圆通师弟, 武棱虽比师兄稍弱, 但二人已敌一, 加上圆通惊世混淡的折磨, 功力尚未完全恢复, 顿时被二人逼得手忙脚乱, 而武当四字四柄长剑如电光闪烁, 在扣咽周围交织成网, 虽然将扣咽围困其中, 却奈何扣咽不得, 打斗声静动了在前殿职守的袁太, 他寻声过来一看, 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见圆安, 圆祥联手围攻方丈, 他一声呵斥, 两位师弟快住手, 不得对掌门师兄无礼, 师兄来得正好, 圆安忙道, 掌门师兄被摩门要务控制, 以迷失心智, 师兄协助我将他擒下, 放屁, 圆通破口大骂, 奔向指责二人犯上作乱, 奈何在二人暴风骤雨般的攻势下, 竟不得开口, 圆太平日对圆通就为命是从, 见他吃紧, 连忙挥掌驾驻圆安, 高鹤道, 两位师弟快住手, 再不住手为兄不客气了, 圆安, 圆祥新知, 今日这一战关系, 少林生死存亡, 哪里能停手, 少林通, 太, 安, 祥四大高僧, 功力本在伯仲之间, 四人这一混战, 一时间竟难分胜负, 圆太健壮忙对闻讯赶来的武僧高鹤, 还不快帮掌门方丈拿下圆安, 圆祥, 少林寺大高僧在寺中地位尊崇, 以向为众僧敬仰, 今见四人捉对拼斗, 众武僧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帮谁才好, 有几个武僧正带出手帮掌门, 忽听有人在身后喝道, 掌门方丈被魔门药物控制, 已是身不由矣,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众人回头望去, 发现小师叔罗易正匆匆赶来, 圆通恶战半赏, 渐渐引发药引, 却不敢在众僧面前暴露, 只得咬牙苦忍, 这一来功力大打折扣, 在圆祥一招紧过一招的攻势下, 已是左至右处, 显向还生, 另一旁扣咽独占武当四子, 虽游人有余不落下风, 但要想脱身, 却也不易, 见圆通已支撑不了多久, 他只得一掌逼开封阳子, 然后从怀中套出信炮望空发射, 通知寺外的教重人寺接应, 虽然一旦魔门教重与世, 到两门正面冲突, 结盟之事就在难挽回, 他的一番谋划从此便付诸东流,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寺外响起几声应答的号炮, 却不见魔门教重冲入寺中接应, 扣咽跃上缠房屋顶, 举目望去, 隐约可见少林寺后方的树林中, 身着黑衣的魔门教重已被十几个白衣女子截住, 看那些白衣女子飘忽轻盈的身形步伐, 显然正是天心居弟子, 扣咽心中暗惊, 想不通自己的计划是如何走漏了风声, 又是和人联络了少林, 武当及天心居众高手, 竟在此设下陷阱等自己来跳,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模样有些熟悉的少年, 正里外奔跑替一个青山如柳的书生传令, 扣咽一眼便认出, 那少年正是三天前的绝能, 而那副手指挥寺外两个战场的青山书生, 正是几年前狠牵了自己一回的千门传人云香, 看到云香, 扣咽就什么都明白了, 此时武当四子已追上屋顶, 四柄长剑将他死死缠住, 扣咽一声立笑, 会长逼退挡在正面的风阳子和风松子, 飞身月下屋檐, 正带向数十帐外的云香扑去, 突听空中传来争一声闲响, 晴天有雨打, 一道静风随一而至, 打在他身前的青石板上, 在青石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扣咽心中一领, 寻声望去, 就见数帐外一位青衣少女首辅摇琴, 弹息端坐, 双手暗闲引而不发, 正是天心巨宿妙仙的一波弟子储青霞, 扣咽一声冷哼, 怒道, 黄毛丫头, 也敢挡我, 储青霞肃然道, 叩门主, 你已落入重围, 若想平安脱身, 请答应晚辈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扣咽冷冷问道, 储青霞款款道, 这条件其实是妙仙居主的一命, 只要叩门主放下心中的杀戮欲望和宏图霸业, 天心居愿为魔门化解与中原武林的仇怨, 扣咽冷笑道, 如果我不愿放下呢? 储青霞黯然叹道, 晚辈只好秉承仙师一命, 为天下人除去祸患, 扣咽哈哈大笑, 傲然道, 黄毛丫头, 竟敢口出狂言, 若非我看在妙仙面上, 早已将你避雨掌下, 还轮得到你在这里大言不惭。 话音刚落, 他已向储青霞扑去, 他身形方动, 就听弦声迸发, 如万箭穿空, 又如惊涛骇浪, 扑天盖地向自己扑来。 几乎同时, 武当四子的四柄长剑也树然而出, 如藏在风浪中的毒蛇, 是向自己的要害。 扣咽一声长笑, 毫无巨色地迎上储青霞的范音剑和武当四子的八卦剑阵。 武当四子在剑上修为, 以真化镜, 四人平身形之快站住了八个方位, 使出了威力, 不逊罗汉阵的八卦剑阵, 而范音剑以弦阴为载体, 几乎无孔不入, 比武当四子的有形之剑更难应付。 扣咽在五人围攻之下顿感忽力, 在南前进一步。 不过他心思敏捷过人, 见袁通左至右处就要落败, 他突然飞身后退扑出袁通, 与袁通对敌的袁安只防着扣咽袭袭击自己, 见他扑来连忙后退, 随之扣咽却突然袭向袁通, 将他一把扣在手中。 这一下事发突然, 不说袁通毫无防备, 就连袁安,袁翔也不及相救。 扣咽扣住袁通咽喉要害, 立刻对众僧喝道, 助手, 彤彤给我助手, 不然老夫就杀了你们方丈。 众僧面面相去, 袁安,袁翔也束手无策。 他们可以说方丈受魔门药物控制, 却不能令众僧不顾方丈安危, 从扣咽手中抢人。 袁太见袁通落入扣咽掌握, 忙道, 扣门主有话好商量, 千万别伤了咱们方丈。 扣咽顾袁太喝道, 却将武当那几个牛鼻子赶出少林, 不然老的就宰了你们方丈。 袁太无奈, 只得对武当四字拱手道, 请四位道兄暂且离开少林吧。 凤阳子冷喝道, 咱们好不容易困住这魔头, 岂能让他安然脱身。 说着便向三个师弟使了个眼色, 三人心领神会, 立刻向扣咽缓缓缓逼近, 四人隐隐将扣咽围围在中央, 常见摇指其要害, 蓄势待发。 袁太见状面色一沉, 风扬道兄是要致袁通师兄安危于不顾, 那就莫怪少林翻脸。 说着挥手是一众僧, 将武当四字围在了中央, 双方剑拔弩张, 拒不敢妄动。 扣咽心中拖延下去, 对自己越发不利, 他目光四下一扫, 立刻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顿时将袁能荡成暗器, 向人从外的楚清霞置去, 跟着他身形凌空跃起, 追在袁通之后扑向楚清霞。 他知道与少林和武当相比, 天心聚才是最大的威胁。 楚清霞听到有人向自己凌空扑来, 不慌不忙以长袖卷住袁通身体, 正于往旁带开, 扣咽已飞身扑到, 楚清霞长袖被袁通限制, 不敢当其锋芒, 本能地往旁一绕。 扣咽突然扑向他身后的云香。 待楚清霞发现扣咽的目标是云香, 而不是自己时, 他慌忙丢开袁通以流云飞秀迹向扣咽后心, 同时另一只手拔弦发紧。 以范英建设向扣咽, 同时, 云香身旁的罗翼挺身而出, 双掌平推击向扣咽, 只判阻他一组。 扣咽一声长啸, 一掌居高临下, 如泰山鸭顶般击向罗翼, 二人双掌相击, 就听半空中一声嫩响, 罗翼被震得直飞出数丈远, 心中鲜血狂喷, 半想不能站起。 扣咽被罗翼这一组, 身形也不由缓了一缓, 后心立刻连吃了楚清霞 一记刘云秀和范英剑, 脚下一软, 差点没有站稳。 他顾不得抹去嘴角的血迹, 一把抄起云香, 边走边傲然道, 谁敢追来, 老夫就宰了这小子。 少林众僧只想救下方丈, 根本无心追赶, 武当四子被少林众僧围困, 无法追赶, 罗翼被扣咽一击重伤, 无力追赶, 楚清霞担心云香安危, 不敢追赶。 众人眼睁睁看着寇雁挟持着云香, 几个起伏变出了四墙, 消失在四门外的荒山野岭之中。 寇雁的长孝传到少林寺后门, 正率明月, 惠心及数十名教众冲入少林 以接应父亲的寇元节, 总算放下心来。 虽然他已竭尽全力, 不过在以颜青云和柳青梅为首的 天心居弟子的阻拦下, 魔门教众竟不能踏入少林寺半步。 寇元节不禁对率领天心居弟子的柳青梅 赞许地点点头, 脸上泛起一丝坏笑, 几年不见, 你可成熟多了, 有机会咱们单独切磋切磋, 让我尝尝你这颗青梅熟透没有。 柳青梅早认出, 面前这魔门少主, 就是几年前硬闯天心居的白衣少年, 尤其他脸上那一丝坏笑, 跟几年前积无二致。 他不禁催了一口, 脸上泛起一丝嘲红, 正丈剑想教训这口舌轻薄的家伙, 寇元节以一声长笑, 率魔门叫众潮水般退去, 转眼便消失在寺庙后方的密林深处, 柳青琪没恨他余缕对自己出言不逊, 竟不顾玉林没入的古逊, 故身追入了密林。 严青云怕中弟子有诗, 忙鹤令大家在密林外止步, 在高声呼唤柳青梅时, 却哪里还有他的纵影。 从少林挟持云香逃脱后, 寇雁为房仲人追踪, 一连翻过三道山梁, 才在一处僻静无人的山谷中停下脚步, 将云香虫众扔到地上, 他得意地打亮着强自镇定的云香, 嘿嘿冷笑道, 公子香, 你也有今天。 话音未落, 就感到猴头一甜, 忍不住呕出一口鲜血, 方才为活捉云香, 他强挨了楚清侠一记留云秀和范英剑, 先前还不觉得怎样, 是才一阵急奔之后, 顿感胸中气血翻滚, 竟是伤得不轻。 寇门主伤势如何? 云香虽落入敌手, 却还在出言调侃, 扣烟一声冷哼, 老夫有二十年没受过伤了, 没想到竞伤在一个小丫头之手。 不过说起来老夫还是为了你才受伤的, 这世上能令老夫不顾自身, 也要生情活捉的, 你公子香是第一人。 晚辈真是受宠若惊, 云香盲笑着拱手致谢, 你知道老夫为何对你这般看重, 宁愿受伤也要将你生情活捉。 扣烟俯下身来, 笑眯眯地盯着云香, 就像雄狮在打量着可怜的羔羊, 你多次与本门为敌, 坏我大事, 甚至敢利用老夫的势力反迁老夫, 让投奔于我的唐公旗死于其兄之手, 害我儿差点失陷巴蜀。 这些是任何一桩都是死罪, 但老夫不将你利弊长下,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 云香坦然笑道, 第一,扣门主以江山设计为重, 对能帮助自己争霸天下的人才,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笼络。 云某多次破坏门主好事, 扣门主却不以为愁, 反而更加赏识云某, 这才是不以愤怒杀人的一代笑雄。 龙凤中文网 第二, 云某在江湖打拼多年, 多少也积攒下一些势力和财富, 若能借机吞并, 摩门的实力无疑会大幅提升。 第三, 寄生堂在百姓中生望日龙, 门主早已垂涎三尺, 若能将寄生堂收归麾下, 摩门定能赢得天下人之心。 这可比任何财富都来得宝贵。 云某既为寄生堂的创办者和资助者, 在寇门主心目中, 自然是收服的首要对象。 扣烟眼中的调侃已变成钦佩, 连连汉首叹息, 知我者, 公子香也。 老夫一生中只有两个质疑, 一个是二十多年前的妙仙, 另一个就是你公子香。 你几次坏我大事, 老夫却反而更加赏识你。 想那刘备得一诸葛, 即可三分天下, 刘邦得韩信, 张良, 汲取汉家数百年江山, 可见得智者, 得天下。 公子在老夫眼中, 就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智者, 若能得公子相助, 老夫不仅可以将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 还可答应你一切条件, 只要老夫能做到。 云香眼中闪过一丝调侃, 我只有一个条件, 跟天心居的妙仙居主一样。 寇烟脸色一寒, 沉声道, 公子香, 老夫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成大事者, 对人才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若不能为我所用, 就绝不能留给敌人。 云香哈哈笑道, 寇门主将我引为知己, 但你却不知我云香, 你但凡对我有一点了解, 就不会提这样的要求。 寇烟冷着脸木然伴赏, 最后叹道, 是啊, 老夫实在理解不了你和妙仙这样的人, 老夫对你不再抱有任何笼络之心, 我现在只要两样东西, 你的势力和寄生堂, 只要你叫出来, 老夫放你平安离开。 云香摇头微叹, 门主还是不了解云某。 寇烟一声冷哼, 老夫不信一个签门中人, 竟然会将身外之物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说着一掌抵上云香心窝, 尽力微土, 云香顿时满脸胀的通红, 只能咬牙苦忍那钻心的痛楚, 虽然浑身痛得真哆嗦, 但眼中却有一股视死如归的从容。 二人四目相对, 对之片刻, 寇烟突然收回找, 眼中闪过一丝钦佩, 没想到你果然不怕死, 不过老夫还有彼此更有趣的游戏。 寇烟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 从中倒出一颗白的刺眼的丹丸, 笑眯眯地递到云香的面前, 你既然连死都不怕, 想必也不怕服下老夫这失魂丹吧。 云香面色微变, 正在当场。 寇烟见状调侃道, 怎么? 你怕了? 要不要老夫帮你? 云香哈哈一笑, 坦然接过丹丸, 一扬脖子吞入口中, 对寇烟笑道, 不劳门主动手, 这等毒药还吓不到我。 寇烟赞许的点点头, 很好, 三天之后你还说这话, 老夫才真的服了你。 寇烟的声音听在云香耳中 也有些飘渺恍惚, 四周的景物也迷离扭曲起来。 云香虽知是混蛋的厉害, 却没想到竟厉害到如此地步, 只能使劲咬自己的舌尖, 拼命掐自己的大腿, 想用肉体的痛苦来保持头脑的清醒, 可惜失魂丹之毒, 不是人力, 可以抗拒的, 不过片刻他就软倒在地, 茫然地睁眼望着虚空, 脸上焕发出一种幸福至极的荣光, 他似乎变成了过去那简单纯凉的洛文家, 仿佛还在洛家庄里看到姨儿对他羞怯的微笑, 不过他很快又变成功之路天真活泼的明珠, 嚷嚷要自己带他去逛街, 但很快明珠又变成一席红衣的科梦兰, 正用悠悦的目光凝望着自己的, 最后所有的幻象都凝聚成那个令他苦寻不得的女子, 正缓缓向他走来, 跟第一次看到他是一模一样, 并用他那独有的口吻说, 从现在开始,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愿意也罢不愿也罢, 都没得选择。 叩咽子盯着倒在地上的云香, 从云香那时而幸福, 时而欣慰的表情上, 他知道夺魂丹的药性已经开始发作, 这令他完全放心了。 施魂丹的药性连精通佛门内宫的少林方丈元通都无法抵倒, 更何况不会武功的文弱书生, 哪怕是大名鼎鼎的千门公子香。 叩咽心之夺魂丹药性一旦发作, 一时半霍尔人不会清醒, 他将云香拎到一个隐秘的山洞里, 升起够火, 并顺手猎杀了几只野兔山鸡, 他一边用够火烤着野味, 一边盘膝打坐, 独自运工疗伤。 几个时辰过去, 叩咽缓缓收工, 就见云香也从失魂丹的虚幻中渐渐恢复了神志, 虽然药性已过, 但他依旧两眼空芒地望着虚空, 神情比先前违离了许多, 再没有一贯地从容淡定。 叩咽将烤好的兔子递给他, 尝尝老夫的手艺, 你是除了我儿元杰之外, 第一个让老夫事后的人。 云香没有接过烤兔, 望着虚空正正说道, 请再给我一颗失魂丹。 没问题。 叩咽拿出怀中的瓷瓶摇了摇, 失魂丹在瓷瓶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将你的视力和寄生堂都交给老夫, 这一瓶失魂丹就都是你的。 云香紧闭嘴唇, 不再说话, 叩咽见状收起瓷瓶, 将烤兔扔到他面前, 不以为意地笑道, 你现在不想说没关系, 咱们有的是时间。 说着他拿起一只烤鸡, 自顾自地啃了起来。 云香静静地躺了半赏, 终于拿起面前的烤兔, 一言不发地慢慢吃起来, 他仿佛变了个人, 失魂落魄, 两眼茫然, 再没有千门公子相往日的神采。 叩咽见状心中暗叹, 凡是中了失魂丹之毒的人都会精神尽悔, 而云香这一人才就要在自己手中回去, 不过若人才不能为以所用, 就要将之彻底回去。 现在云香的价值, 就只剩下他所掌握的势力和寄生堂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 叩咽看看外头, 少林、武当和天心居的人并没有追来。 他担心儿子和教众的安危, 随手封住云香穴道, 然后将他挟在叶下, 向大本营急奔而去。 子夜时分, 叩咽带着云香赶到了一处隐秘的山谷, 山谷深处藏着一座黑油油的帐篷, 不走近根本无法发现。 叩咽携着云香静止走出大帐, 老远就听见有人在暗处贺问, 什么人? 站住! 叩咽脚步不停, 沉声应道, 是我! 叩咽来到帐中, 将云香扔到地上, 对里头的明月使道, 元杰呢? 不在帐中主持大局, 跑到哪里去了? 明月连忙跪倒在地, 颤声道, 门主恕罪, 少主, 少主失踪了。 失踪? 扣咽一正, 怎么回事? 明月战战兢兢地禀报道, 今日少主与咱们撤离少林时, 一个天心居弟子, 却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 少主似乎与她相识, 不要咱们帮忙, 将她引上了一处地势险要的悬崖峭壁, 自己独自与她周旋游斗。 那女子武功不在少主之下, 只是林迪惊艳不及少主。 香斗中, 少主一时大意, 踩在一块松动的山石上, 突然失足跌下悬崖, 那女子竟奋不顾身扑下去相救, 结果二人拒跌了下去, 属下及惠心使立刻带人去悬崖下寻找, 却始终没有找到两人, 惠心使至今还在那附近搜寻, 属下则赶回来等候门主, 愿领受门主责罚。 说完匍匐在地, 不敢抬头。 扣咽脸色铁青地盯着明月, 色声道, 你继续带人去寻找, 元杰若有个三长两短, 老夫就拿你和惠心陪葬。 属下遵命, 明月连忙叩手, 说完立刻起身出仗, 带人飞奔而去。 扣咽盘西在仗中坐了下围, 遥望仗外的夜空木然无语。 从不惜一跤神灵的他, 第一次对着茫茫苍穹默默祈祷, 妙仙, 你若天上有枝, 地要保佑咱们的孩儿, 万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这世上若真有什么报应, 就让我扣咽独自承担吧。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明明悄悄来临, 扣咽心事重重的副手遥望帐外, 至今未见明月回报, 他心里七上八下, 始终难以平静。 给我, 给我施魂搭。 身后传来一个虚弱不堪的声音, 原来是云香学到自己。 他一扫过网的从容, 竟像狗一样爬到扣咽面前, 伸手就来抢扣咽怀中的瓷瓶。 扣咽知道药引发作时, 人根本不知惧怕, 他正带挥手将云香甩开, 忽感丹田下的气海穴传来一丝刺痛, 想要闪避已经迟了, 他吃惊地低头一看, 只见一枚银针藏在云香掌中, 已敲眉声息地刺入了自己的气海穴。 混蛋! 扣咽一声怒吓, 想抬脚将云香踢飞出去, 但此刻浑身尽到竟消失无踪, 丹田中的真气如绝地的黄河, 向四肢百骸飞速散去, 扣咽大惊失色, 这是散工的征兆。 晴天星号由雨星号他惊恐地想要拔去插在气海穴的银针, 但浑身软绵绵净使不出半分力气, 就连抬起手臂都千难万难。 你,你, 扣咽无力跌坐于地, 惊讶地盯着缓缓站起的云香, 只见他一扫先前失魂丹发作时的丑态, 只用复杂的眼神冷冷地望着扣咽。 扣咽惊惊地问, 你怎么能抗拒失魂丹之毒? 我不能。 云香淡淡道, 只是失魂丹之毒现在还没有发作。 扣咽恍然大悟, 你, 你方才是假装毒性发作。 云香坦然点头, 只有这样, 你才能毫无防备地让我靠近, 我才能将银针刺入你的气海穴。 你如何知道气海穴是我命门之事? 扣咽难以置信。 云香探道, 妙先前辈对你的武功了如指掌, 直到刺破你气海穴, 就能散去你一身内功, 所以他去世前给弟子留下一命, 若无力阻止魔门为祸天下, 就以金针破穴之法, 废去你一身内功。 但没人能进得了你的身, 我只好冒险一事。 妙先, 扣咽浑身一颤, 面色凄苦, 遥望续空喃喃自语, 难道你对我竟没有半点夫妻之情? 竟留下如此歹毒的一命。 云香微微叹道, 妙先居主虽然借我只手费去了你一身内功, 却也给你留下了一套顾本保命的心法, 只要你潜心修炼, 不仅能长命百岁, 还能花去心中那纠结不去的戾气。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册子, 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扣咽没有去接册子, 却面色惨然地盯着云香质问,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圈套, 从你被我索勤, 到服下失魂丹, 再假装失魂丹药性发作借机接近, 暗算老夫, 公子香, 你果然够阴够狠。 云香坦然迎上扣咽怨愿毒的目光, 咬着嘴唇没有回答。 其实他原计划是要冒险刺杀扣咽, 他知道武当四子和楚清侠等人困不住扣咽, 所以故意献出身形让扣咽活捉, 扣咽想要吞并寄生堂和千门的势力, 就一定会用心炎制成的失魂丹来对付他, 这样他就可以假装药性发作接近扣咽, 寻击刺杀这个霍乱九州又天下无敌的魔头, 只有这样, 才能将战乱消弭于无形。 不过楚清侠在得知云香的计划后竭力反对, 他知道扣咽的厉害, 就算云香能接近毫无戒备的扣咽, 但一个从未练过舞的文弱书生, 要想一击刺杀这魔头, 成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但在云香的一再坚持下, 楚清侠只好说出扣咽最大的弱点, 那是宿妙仙留给他的一命, 以金针刺破扣咽的弃海穴, 就能散去其一身内功, 只要扣咽武功被废, 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逊, 狠毒阴险的魔门重高手, 就不会再屈服于他的淫威, 魔门定会分崩离析。 扣咽虽然不知云香与楚清侠定下的计划, 但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他一把推开云香递来的侧子, 跟着一拳击在云香胸口, 将他打得直跌出去。 虽然他内功散尽, 但体力还在, 对付云香依旧绰绰有余。 云香刚要挣扎着站起身, 扣咽已扑了上来, 双手卡住他的脖子, 骑在他身上声嘶力竭地叫道, 我要杀了你。 云香坦然地望着暴怒的扣咽, 勉强说道, 扣门主虽散去一身内功, 也依旧是一代枭雄, 相信不会因愤怒而杀人。 面对云香那调侃的目光, 口言越发恼怒, 他恨恨地点点头, 不错, 老夫不会因愤怒而杀你, 老夫还有更有趣的东西。 说着他一手捏开云香的嘴, 一手拿出怀中的瓷瓶, 将剩下的夺魂丹全部灌入云香口中, 然后他放开云香, 满脸愿毒地冷笑道, 老夫不杀你, 老夫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云香虽然拼命挣扎抗拒, 但依旧吞下了不少失魂丹, 他勉强从贴身处掏出衣馆信泡, 抢在寇雁触手抢夺前拉响, 一朵明亮的烟火音声飞出帐外, 瞬间升上半空, 十分耀眼, 这是他与楚清侠等人约定的信号, 看到这信号, 众人自会赶来接应。 混蛋! 寇雁破口大骂, 恨恨地连踢了云香几脚, 可惜散工之后内力全无, 不然随便一脚都足以要了云香性命,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这鸡脚也踢得云香满面鲜血, 只是失魂丹的药性已经发作, 他完全感受不到痛苦, 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如死过去一般。 帐外传来留守教徒的呵斥, 有人已找到了这里, 并与守卫的教徒动上了手。 寇雁功力已失, 不敢与敌人碰面, 急忙从帐后悄然逃走, 临走前略意犹豫, 还是带走了宿妙仙留给他的心法册子。 等到楚清侠和几个天心居弟子 打败守卫的魔门教众闯入大帐时, 只见云香面无人色地倒在地上, 浑身不住抽搐, 已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的身边还散落着十几颗狮魂丹, 浑圆洁白如散落在地的粒粒玉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